學語言是學一輩子的 學外語一定可以改變你的人生 因為它不只是一扇窗戶 而且會改變你的想法 會讓你想很多事情的時候 有更寬廣的角度 大家好 我是Terry 那我目前主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跟寫作比較有關係 我喜歡寫一些我觀察世界的文章 或是教育的一些議題 那我有出了一本書 叫做《這位台灣人為什麼是一種語言》 那第二項工作是去各大專業學校 藉由是演講 主題大概也是應該學語言 或者是如何學語言 那最後一項是最主要的 我在經營一個叫做 多國語言系的活動網的網站 那我們網站下面有各種的活動 這是我目前在做的事情 我大概在大學的時候 開始迷上學語言這件事情 那不是只學一種兩種 算是想要學很多種 而且盡量讓自己達到 越接近精通的程度越好 就算有蠻高的標準 從那個大學畢業之後 我開始對另外一個議題 我更有興趣的是 人是如何學語言 比如說為什麼他學得會 我學不會 他學得這麼好 我學得這麼差 那這中間的關鍵 或是差異到底是什麼 我研究這個議題的方式 除了念書之外 我還非常講究 就是實踐這件事情 每學一個新的語言 我就想在做實驗裡面 用一個新的方法 那大概就是 進行了十年 這樣子的活動 我覺得 這是讓我可以持續 對語言的熱愛 然後又可以當成工作的一件事情 因為像我舉例 我們在多語席的活動裡面 有一種活動 叫做多語咖啡 什麼是多語咖啡呢 邀請世界各國的志工 比如說日本人 韓國人 德國人或是法國人 到場 然後跟大家呢 就是講韓文 講日本 法文 那在聯絡的過程當中 你會接觸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你有機會 去使用到世界各國的語言 所以這對我來說 是一些很開心的事情 那是蠻行為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 年輕人喜歡查資料都是上網 所以呢 自從會呢 就是這些主要語言 像英文、日文、法文 甚至德文好了 你要查什麼資料呢 都非常方便 你今天想要看一個議題 你馬上就可以去看 然後呢 就有一大堆的資料來看 再來是 交朋友跟旅行 這個是更有趣的 就是你到任何一個地方 你可以藉由語言這個話題 然後讓人家 引起人家對你的興趣 或是對你的關注 那甚至就是進化的世界 然後 對語言還沒有產生興趣之前 我大部分的時間 就是花在就是 比如說 曼康、電環 就比較室內的活動 我是一個住在台北市 高中之前沒有去過台北車站 大學之後 然後認識了語言 那麼豐富的世界之後 就開始想說 這個國家好像很好玩 那個人說什麼話 然後就對世界地圖 有興趣 對交朋友 對走出去 都產生非常大的興趣 我覺得學外語 一定可以改變你的人生 因為呢 它不只是一扇窗戶 而且會改變你的想法 會讓你 想很多事情的時候 有更寬廣的角度 它未必跟你的能不能 找到更好的工作 或是賺更多的錢 有關係 但是你就把它當成一個 很棒的活動 可以是一種運動 或是一種興趣 那你的人生一定會越來越豐富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熱情 興趣 這塊 你不管用什麼方式去學外語 你一定要結合你的熱情 去做這件事情 你才可以持久 好 所以 具體來說怎麼做呢 比如說我 最近在學的韓文 然後就特地跑去韓國呢 買韓文版 漫畫版 回來 好 那這樣我是不是又可以 看得很開心 然後呢 又可以自然而然的就是 接觸韓文 如果你喜歡看電視的話 那你一樣啊 比如說你在學法文 可是你喜歡看的是權力遊戲 Game of Thrones 你可以看法文配音啊 那這樣你就可以又看法文配音 又學到法文 又看到你的Game of Thrones 學語言是學一輩子的 學外語其實是要 很開心的慢慢來 你不要急 那你一定可以學得會 其實我不相信 語言天分這件事情 所有人都會講中文 會講你的母語這件事情 其實就證明了 語言沒有天分這件事情 你要有興趣 願意花時間的話 你一定可以學得很好 而且呢 不只是學會一個語言 你要學會多少語言 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一定學得會的 加油 到現在來 你能做得好嗎 好 我沒有想要 那些人 怎麼會 怎麼會 會不會太久 我們兒子 會不會太久 我會不會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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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